斗牛熬是一种以强大外貌和温和性格而闻名的大型犬品种 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 它被培育成一种具有力量和保护本能的看门狗 它们具有坚实的体格 对家庭忠诚并具备警惕性 在外貌方面 斗牛熬拥有肌肉发达和强健的体型 独特的特征包括宽大的头部 矮胖的身体 短鼻子和大而深色的眼睛 它们的背毛短而密 有各种颜色 虽然红色和虎斑色是常见的 在性格方面 斗牛熬的温和和亲爱的性格 与其威严的外貌形成鲜明对比 它们对家庭极其忠诚 通常与孩子们建立深厚的纽带 然而 它们会保持警惕 具有警卫本能 这使它们勇敢地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因此 适当的社交化和训练 至关重要 由于保护本能 斗牛熬可能对陌生人或不熟悉的情况 保持警惕 通过早期和适当的社交化 以及积极的经验 可以增强它们的可靠性和友好性 帮助它们成为社区中适应良好的成员 它们的运动需求适度 需要定期散步和轻度的体育活动 通过平衡的锻炼计划 可以保持健康的体重 防止肥胖 作为聪明的品种 提供精神刺激和训练活动 可以帮助它们有效地发挥智力 在健康方面 与许多大型品种一样 需要特别注意 关节健康和预防肥胖尤为重要 它们的寿命通常约为8到10年 斗牛熬是一种代表性的大型品种 具有强大而家庭导向的个性 通过适当的社交化和训练 它们可以成为家庭的真爱伴侣 展示出卓越的品质和忠诚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